赶在14号深圳封闭式管理之前 民众到超商抢购 等着排队结账的人排成了长龙 超市内的鲜肉 蔬菜被抢购一空 倒是水果 米面 冷冻食品 供货充足 你不讲家了 回家睡觉 回家睡觉 不要慌啊 任凭超商的人员用大声攻 坍破喉咙 民众还是担心 封闭式管理一周 家里缺粮 先抢购再说 至于路上 深圳所有的交通全部停驶 社区出入口都有人把守 严禁民众进出 由于深圳单日新增86例的确诊病例 全市人员将展开每天一次的核酸检测 总共4天 现在我们每一天能做到4000多人 包括老人家 还有小孩 还有孕妇 我们都有爱情预测通道 为了揪出潜在感染源 深圳对不方便出门PCR的民众 采取主动上门裁剪 镜头转到香港 根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统计 香港疫情这两年多来 已经累计了3993名确诊者死亡 超越武汉总累计的3869例的死亡个案 香港死亡个案中有90%没有接种疫苗或者只打了一剂 目前港府正致力提升老年人的疫苗接种 TVB新闻张志明 陈向如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